我覺得習近平的不折騰啊 可能跟胡錦濤還是有很大不同的 就是說因為呢 習近平這個主啊 其實上來就是要大折騰的主 他的中國夢啊 還有什麼驚濤駭浪啊 底線思維啊 都是要折騰 那麼他現在這個不折騰呢 我覺得可以有兩個理解 一個理解呢 就是說他當時是在視察山西的一個點 可能聽匯報就一件事說 就是定下來的事呢 就不要反复不要折騰 當然這個也很奇怪 因為他去的是一個轉型的一個改革示範區 那個地方本來就是搞試驗 就應該來回折騰的地方 他說這個話 就是我們現在不知道他針對什麼 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 他是想呢 說因為他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壓力 就是說今年呢 他這個我們都知道 人大因為報不出數字來 現在就要推遲開會 現在5月份要開會 開會今年他說不報數字 還可以說得過去 因為今年有個疫情 問題今年有個特殊情況 他是十三五計劃的一個收官年 在近年他明年人大的時候 他要報一個五年計劃的這個 如果講這個五年就要完不成了 這就是個大事 所以對他來說呢 是不是他想把人心穩定一下 集中的把這個經濟推進一下 如果大家知道說得出來 他학文化 他要不存在 教學 教學 教學